我们也采访到了剧中的一些人物 他们讲讲您的生活 好不好 来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人世间里边 郝东梅的扮演者 隋俊波 说到和萨姐的相识呢 其实我们是在2008年就认识了 当时我们都在一个剧组 但是特别遗憾的就是 我当时和萨姐没有对手戏 而且那个时候呢 也没有微信 所以可以说 我跟萨姐吧 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 就是去年我们在长春拍人世间这部戏 我记得当时那天萨姐刚刚到长春 然后制片人正好叫上我们几个 一起去给萨姐去接风 我当时还心想呢 哎呀跟萨姐合作过 萨姐还会记得我吗 可能应该不会记得了吧 但是呢 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当我们一到了饭店 门一推开 萨姐直接走过来 特别热情的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说宝贝儿真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在这儿见到你了 而且这次咱们还有对手戏 哇 哇我当时太惊讶也太感动了 因为我觉得对萨姐来讲 可能我只是一个很多年前 然后在一个组里拍戏 且还没有对手戏的一个后辈 所以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萨姐还能记得我 而且她这么这么的热情 哇我当时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 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 萨姐是一个特别特别温暖的人 而且萨姐的这种温暖真的是体现在方方面面 虽然这部戏里边它是饰演老周家的母亲 但是萨姐真的就像妈妈一样 无论是戏里戏外都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我记得当时我们刚刚进组的时候吧 尤其是要拍这种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饭啊 其乐融融的场面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刚进组 可能我们演员也都彼此之间不是特别的熟悉 然后相处起来也会有一点点放不开 然后萨姐就会跟我们每一个人去聊天 然后去融化着我们 我当时就觉得它真的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的这种主心骨一样 然后能把我们所有人都凝聚在一起 那也在它的这种带动下 后来慢慢我们大家真的就像是一大家子里的兄弟姐妹在一起相处 就是那个气氛非常非常的融洽了 所以在这里我想再次对萨姐表白 谢谢您给予我们的温暖 给予我们的鼓励 和所有的爱 你看我的时候 我好感动 是 就是你一个不经意 我觉得你做人就是这样 你可能没有想到 我给他一个拥抱 但对于这孩子来说 他记一辈子 真的是 不是 我对他印象很深的 因为那个戏在青岛拍 你知道 他之前 因为他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随俊波 但是那个时候更年轻 因为现在有孩子了嘛 更小姑娘一点 但是特别洒 那部戏叫 我的美女老板 他演得特别好 因为后来我还看了整部剧 所以我对他印象特别深 但是就是后来失联了 他自己跟我们说 他说哎呀 2008年我就是个小演员 没有想到他会记住我 所以你看 就是我一直觉得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你 往往那么喜欢你 就是因为 我们真的把你当自己家人 而你不是光对我们 你是对很多人 都给他们温暖 都给他们温暖